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黑灯杀手 回到客栈的南偷认为客栈人来人往太复杂 必须要换个地方躲起来养伤 于是就和小子离开另立住所 没想到半路却碰到了白莲教的黑灯使者 小子得到南偷的真传 对方即使人多 小子一人依然应付自如 只见小子挥剑干净利索 一个个贼人不断倒在他的剑下 奈何小子功夫虽好 实战经验却略有不足 不小心中了黑衣人迷烟 眼睛浑浊看不清对手 危机十分负湘君及时赶来杀退杀手 湘君带小子和南偷来到了白云观 陆丹趁机请南偷窃取刘瑾的罪证 南偷认为刘瑾全清天下就连皇上都怕他几分 想要办成这件事并不简单 就挽拒了陆丹 与此同时自从苦海双腰来到京城之后 京城内七岁的孩童就不断地失踪 短短几天之内已有几十人失踪 其中不乏朝中权贵之子 这件事惊动了郑德 得知是皇府中负责这个案子 郑德趁机下了他的职 将他革职查办 发较大理寺 追究失职之责 并任用了王守人推举的韩涛和高生 进一步削弱了刘瑾的势力 刘瑾闻讯大怒 直闯皇宫当面质问郑德 同时发起东西两场大批部署咆哮抗议 并号令刺丝八部十二间请辞逼宫 就连刘瑾也假意辞官 郑德迫于局势只得赞人 无奈答应尽快将皇府中复职 但暂时派高生等人办理孩童被掳案件 郑德改派王守人手下掌控实权 不断剪除刘瑾的语意 刘瑾心中不满 决定派人来刺杀高生 我要把郑德的爱将 高生杀了 催促他的锐气